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个用户界面交互设计师 一个有爱又差设计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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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个题目叫做 给你一个降维打击 我首先因为我本人因为职业的关系 我可能对一些偏科技 科幻类风格的这些设计 或者话题我很感兴趣 所以几年前我读了一部小说 就是三体 三体它的英文叫做 这个翻译也是翻的真是 三体直来直去 然后大家看过三体吗 这部小说 没看过肯定也听说过 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它蛮火的 它是奥巴马最喜欢的科幻小说之一 然后作者是咱们中国的刘慈欣 然后他在里面讲了一个非常科幻的故事 他讲了一个就是外星人的故事 其中有一段就是外星的叫三体人 他进攻地球 然后他们最厉害的武器 它不是导弹啊 激光这种 就是常规的一些热武器 就是侵略的武器 他们用的是什么呢 是降维打击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降维打击 什么是降维打击呢 就是好比两个人打架 你一拳我一拳 突然其中一个人手里 他有个怎么说呢 就特殊能力吧 他可以把你变成一个平面 就是我把你一个人变成一幅画 把你从三维变成二维 他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这架还打什么打 不用打了对吧 然后小说中呢 这个武器叫做二相膊 二相膊呢 它可以使三维空间 以及其中所有的物质呢 向二维坍塌 并在二维空间中融化成为 只存在长和宽 而被剥夺了高度的一个平面 绝对平面 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说 不是那种常规的我跟你打架 就是我直接把你变成一个二维 就是等于说是一个碾压式的胜利 就是根本就是我不用干嘛了 就是直接把你变成一个平面 但是有趣的是呢 就是在生活中啊 我也发现有一些降维打击的例子 就是降维打击 它其实并不是高维度的人 故意去攻击低维度的人 它是高维度的人相互之间在神仙打架 一不小心 我把一个低维度的世界给毁灭了 就好比刚才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 你一拳我一拳 旁边有个蚂蚁窝 我不小心一脚踩的 就整个窝就一锅端了 就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然后我这次演讲呢 是个系列演讲 就是会给大家讲一下 分别从生活中 学习中工作中 去看看这个降维打击 和这些有什么关系 然后我今天呢 和大家聊生活中 所存在的降维打击 另外呢和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咱们在生活中 什么时候该提升一个维度 去思考问题 然后什么时候应该降维 去思考问题 首先呢 就是降维打击啊 听上去很恐怖 就是我要打击你 我要进攻你 我要把你变成一个二维图像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要倒过来想 我为什么要把你变成二维 那是因为我想要 就是说 我要更加的去理解你 懂你 就好比啊 你要理解一个苹果 我肯定要去吃 尝尝它的味道 我要理解一部新的手机 我肯定要拿到手上去使用它 去抚摸它 然后你要理解一幅画 怎么理解 不用吃啊 大家不用吃话啊 也不用去摸啊 千万不能去摸那个画 咱们看 咱们用眼睛看就行了 那这样的话 我感官的话 等于说是 我少用了两种感官 我只用一种感官去理解 那我就是 等于说是 没有那么复杂的去理解这个事物 之所以 我们为什么觉得 其实生活中 有很多这种 升为降为的思考存在啊 是因为很多问题呢 你单单站在一个维度 你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 你在开 就是我们开 现代的汽车和过去的汽车 你在开八十年代的汽车的时候 你就感觉它是在开辆车 然后旁边还要放一张 对吧 可以翻的纸质的地图 你得找路 说不定你还得准备好干粮 水 万一你开错路了 开到深山老林里去了 对吧 你还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 好 现在你开特斯拉 感觉其实就等于说 在玩极品飞车嘛 它中间那个硕大的一个屏幕啊 它帮你把路线方位 还有交通状况 天气 它全方位的 以各种角度展现在你面前 那你对这个整个这个路程啊 你是有着三维的体验的 你开八十年代的车 等于说就没有这些体验 再比如 你们家楼下的小卖部啊 我们以前小时候都都经历过这个小卖部 和淘宝京东天猫比 一个是三维立体的在线购物 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选择你的所喜爱的东西啊 你的衣服 你可以看它的 对吧 款式颜色 你鞋子可以就是 它现在鞋子都有那种 就是三维立体的穿到你脚上 投影投射到你脚上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技术啊 那等于说 你楼下楼下的小卖部 你买到的东西只是老板进的东西 对吧 有的时候还会被老板骗 对吧 买贵了 对 还有 咱们现在用的手机 基本上不是打电话的 是用来解决生活中的各种事情的 以前的手机啊 就像这个翻盖手机啊 只能就是纯粹的手机用来打电话的 对吧 就是世界上哪个城市的信号最不好 宁波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对吧 宁波的信号最不好 对 然后 现在的手机啊 就不会存在这些问题了 就其实它也不叫手机了 我们基本上有的时候都不用拨电话号码 我们直接用微信语音聊天啊 一些软件聊天就行了 然后 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叫它手机了 我的身边一些单身的朋友都叫老婆了 这家手机叫老婆了 对 这是身为是吧 把一个手机变成了一个 一个你的爱人 对 所以 iPhone 每天我们都在用它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看新闻 对吧 不会看报纸 因为报纸 虽然手机屏幕跟报纸一样都是二维屏幕 但是手机可以播放视频 可以播放动画 还可以发出声音 它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一个新闻事件 然后 他们手机和报纸还有什么不同 就是说发出的声音啊 这些三维立体的感官和你看一张报纸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 这就是一个对比 然后 知乎上啊 还有很多人经常会提问 说我带着一把 无线子弹的AK47回到三国时代 我能不能统一位数物 当然是可以的 就是说这完全就是你等于坐着时间机器啊 去降维打击他们 他们看到你 就是我小时候还看过一部科幻小说 就是说人类的祖先啊 最早信奉的神灵是什么 就是你坐着时间机器 你拿着一个啊 设想一下永远有电的iPhone 再带着一个永远有电的无人机 然后你头上带一个可以发光的灯 然后穿越到那个时代 你站在那些人面前 他就觉得你是个神啊 你怎么这么牛 你还能发光对吧 哇你手里的东西还会飞 你还会发出奇怪的声音 你还会 上面还有图像 各种图像 哇就是那个时候 等于说就是你去降维打击他们 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些东西 对 所以啊 在生活中 我的结论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们的生活啊 可以做到不断的升维 不断的从另一个维度去理解一种生活行为 那久而久之呢 等到大众都接受了 大家都变成 把这个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生活行为了 那他就是等于说普及开来了 是我们人类大众的行为 那么回到我的职业 什么是降维呢 首先我觉得啊 就是UI UX设计呢 用户界面交互设计呢 是跟降维有关的 是可以说就是说 我是得先把自己降一个维度 然后我觉得我在这个维度里面 我是有绝对发源权的 我是能完全理解的 因为我是做APP开发 然后用户体验交互设计的 我每天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绞尽脑汁 费尽心机设计出来的APP 还会有很多人说 啊 这个不好用 字体怎么这么小 你这里放这个一个按钮 这个我们都不知道 它是要需要按的 然后很多类似的这些问题 每当我发现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还有就是 前端程序员 后端程序员 然后一提到这个APP 我们的脑子里 其实出现的是 它是个三维的图 是一整个的一个 这款软件的一个流程 一个workflow都会在里面 它是一环套一环的 比如说X轴是宽啊 Y轴是长 C轴是时间 是动画 我们是 就是我们自己是能看到 整个这个APP的 在我们脑海里 它是一个运行的流程的 那用户不一样 用户是 用户是来玩密室逃脱的 它是来体验的 它不知道你这个页面 前面后面是什么的 它需要一步一步的去体验 去使用 那这样的话呢 它的目的是 它用这款APP 它要达到它的需求 那我们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这个时候 UI设计是需要做的呢 就是降尾 把自己啊 就是什么流程图啊 什么动画设计啊 Y轴啊 时间轴啊 我们把这些都拿掉 我们把自己当作 这个APP的用户 那从他们的维度去体验 去设计 然后去完成任务 所以 每当就是碰到这些 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呢 我就想的就是 因为我之前也是看了 三体这本书嘛 我就想 我能不能先试着 把自己降一个维度 去让别人 或者别的事物 更加的理解我的感受 去理解我更容易 对 这样的话就是 等于说 我们是降了一个维度 把自己从三维变成二维 那你降到二维 别人也会更好地去理解你 去感受你 就像别人感受一幅画一样 那我们是等于说 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东西 都能展现在他们面前 好 今天基本上就讲了一个 我们生活中需要降维 然后下一期我会和大家谈谈 学习中 有没有降维和升维的例子 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谢谢大家 谢谢一道 谢谢